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也有介紹過這個網路攝影機的對不對 再來我們在簡報剛剛有老師有問到 我們在上面畫線啊或放大啊 那這個都跟我們 就是簡報輔助有相關嘛 反正教學都會用到的 我用到的都是不用安裝免費的 所以呢 您找到這邊 您看到我們剛剛分享給大家的資料夾裡面 在這邊有簡報輔助軟體有沒有很多 這些都是齁 那其實我比較常用的是這一個啦 就是叫做第一個 棉被螢幕放大這裡 你現在看到我在畫線在用滾輪放大就是用這一個 就是用這一個 那這個不用安裝只有一個檔案 只有一個檔案 那第二個呢 剛剛您有看過我的虛擬教編了嗎 哈哈哈哈 尤其是您如果是用這個投影 您用那個紅色紅外線那個筆 其實效果很差對不對 還不是滑鼠 只是因為滑鼠是白色的 所以看的不是那麼清楚 事實上剛剛您在用那個debug capture 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它的有兩個特點喔 它的滑鼠 在移動的時候 有一個紅色的圈圈 你剛剛有沒有打開 看看你錄影的 沒有對不對 哈哈 而且我的notebook 我的滑鼠的 游標我都把它變最大 所以你在看的時候那個游標會比原本螢幕再大 第二個 我們 除了 滑鼠移動 有時候會不會按 滑鼠的 左右鍵 會對不對 你如果注意看一下 我們在錄影的debug capture這個錄影 它會把 你按下左鍵 或按右鍵的時候 它會有一隻滑鼠在那裡 那個鍵盤上 就是你按的是左邊右邊 它會顯示出來 原來你們都沒有在認真 測試 我馬上給你們看一下 真的有沒有 來 看這裡喔 我們剛剛我看一下我有沒有按右鍵 我比較少按右鍵 但是有 點那個 我們看 這個好了 其實剛剛老師有提到就是 如果你是那個什麼 要上課需要放影片的 直接放直接錄就好了 對啊 真的 我現在就在放影片嘛 對不對 也在錄影 OK 好那 您看一下 影片聲音是在電腦 對啊 那您可以透過麥克風錄下來 如果你 開得夠大聲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就是直接把他聲音錄下來 不過我發現我這台 Nordbook如果是這樣做的話那個雜訊比較多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透過這個 網路攝影機的麥克風去錄 好 那其實如果說您現場的喇叭 就是那個麥克風的話 其實 透過這個錄應該還好 還好 還可以接受這樣 有沒有發現滑鼠這裡有一個亮亮的 有啊 有齁 好我們再往後看一點點 我看哪裡有那個用點的 那個視頻還看得到 選擇還看得到 有點矮眼對不對 我們就眉眉的出線做好了 好 應該這個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剛剛有一個 很快啦 對 你可以選擇就是那個出線的時間 在這裡有一個 有看到了吧 真的有啦 因為有些時候像我們教軟體 有些 我們會按快速鍵或者是那個 他要注意啊 不然按左鍵跟按右鍵是不一樣的結果啊 對不對 對不對 甚至 我最近還找一個 就是 如果你是搭配組合鍵的 組合鍵的有時候 我們不是滑鼠右鍵左鍵啊 組合鍵的你如果希望他看到 也有那種軟體 我有放在網路上 沒有放在分享 給各位的地方 反正就是我會找一些那種 比較方便 我們的目的 不是要那些軟體 那些軟體只是一個工具來改善我們 教學的品質嘛 對不對 對 所以我不是軟體的忠實愛用者 我會變啊 不會他不會是永遠我的最愛 我如果有找到新寬 我絕對會換 為什麼因為我希望能夠做得更好 所以像Dibus Capricor也是最近 大概 去年開始我才開始用的 之前我用別的 因為我那時候還沒找到比他好的 我現在找到一個更好的我就 會換 但是 有一個前提我們 要盡量找就是 可以 就是你做出來檔案 比較方便分享 然後盡量沒有格式上的限制 對不對如果你有格式上限制 你就被那個軟體綁住了 所以我盡量 減少啦 盡量減少 但也許沒有辦法全部都那麼如意 但是我們盡量找 好 這樣 真的有認真 上面那些時間 那是從哪裡用出來的 好 補充一下 你如果要 上面這個時間的話 他有一個那個 加上字幕 因為有些人他比較在意版權 的問題 好那那個部分等一下我再把那個 因為我現在剛好在錄 所以沒辦法切過去 所以等一下 你記得跟我講一下 我怕我忘記了 好 OK 所以 這樣子應該就有看到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回過頭來 看一下 這個簡報的 輔助軟體裡面 剛剛 講的就是 第一個 這個 這個 你如果下載了之後 裡面只有 只有一個檔案 這個是說明 好 那 您執行之後呢 在這邊 他會有一個 這個東西 就會出現這個 那 這個小軟體的話 如果您常用 我是建議用快速鍵 因為他最大好處是 反正你也不知道我用什麼 看不出來啊 對不對 好 這個呢 他的快速鍵在這邊 按右鍵 您看一下 Ctrl加1 Ctrl加2 還有剛剛忘記給你用一下 Ctrl加3 休息一下 休息時間啦 休息時間 怎麼叫Ctrl加3 這樣叫休息時間啦 這樣才不會一直看啊 對不對 有些人下課是沒有休息的 就一直看電腦 這樣不好嘛 要適度休息 眼睛要休息 這個要出現在手機才有用 哈哈 現在沒有用了 好 那 這裡呢 如果您本身 您看一下 如果是Ctrl加2就直接畫 在螢幕上繪圖 好所以你看我按Ctrl加2 有沒有就直接畫了 但是一個顏色不夠嘛 所以您繪的顏色 英文的搬出來 第一個字 黃色叫Yellow Y 綠色叫Green 紅色叫RedR嘛 再來 Blue Pink 還有什麼 Pink是Purple 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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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 差不多這幾個顏色啦 Y有了嘛 你如果要清除 橡皮擦的英文叫Eraser 就E啊 ABCD的E啊 就全部清掉 如果您是一步一步 只戳一個步驟 Ctrl加2 全部清掉E 所以它的缺點 也是它的優點 就是它要記一點快速鍵 你比較好用 那當然筆刷的大小 就是這個字的大小 如果您覺得 這個筆畫的 您大小 你看Ctrl加滾輪 它可以變大縮小 有沒有 這樣就比較粗一點嘛 對不對 當然 如果要畫直鍵 大家會的就是Shift 那筆電子 都用 沒有用滑鼠 還是滾輪 所以一定要裝滑鼠才好用啊 哈哈哈 你用它那個 那個 觸控面板好用嗎 它功能很多但是其實 我自己是不太習慣啦 嘿 那沒有關係啊 其實 您如果覺得這樣 計快速鍵不方便 你用另外一套也可以 好那 這個呢 如果您進入剛剛Ctrl加2的 加上滾輪 就可以放大 往後就縮小 嘿往後就縮小 所以其實這個都沒有關係 甚至它可以把它拍下來 都OK 那你要離開就是ESC就好 鍵盤上ESC滑鼠的右鍵 好這樣都可以 那當然有些時候我們需要什麼 進入那個啊 進入白板模式啊 或黑板模式啊 W White 黑板不是V 因為V是Blue了嘛 K 因為有些時候在這個時候 這樣打 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對不對 好 所以離開一樣 所以這個是它的使用方式 使用方式 甚至你可以把你剛講解那種直接拍下來 Ctrl加S就存檔 就等於抓螢幕畫面的意思啦 抓螢幕畫面的意思 那 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 另外呢 我們剛剛有看到 這裡不是還有幾個嗎 如果您覺得說 這個要寄快速鍵 實在是 麻煩 那麼我們會建議 你可以用這個 或這個 這兩個呢 我們現在看一些那個財經節目 那個 新聞節目 是不是都有 大家都用那個 40寸的 60寸的 然後就加上那個數位筆嘛 對不對 其實那個就是一般所謂的電子白板 你在那邊畫 那這個就像那個一樣 所以你把 Point to fix 這個Point to fix 打開 你可以看一下 Point to fix 不是這個 Point to fix 一個檔案 會德文的一個檔案就好 不會的 加上這個中文說明 像我們就不太會呀 好 點了之後 有沒有看到右上角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您要簡報的時候就開始 假設我現在要看這裡 那我就按開始 出來啦 所以呢 我們就先看這一塊有沒有 這樣又漂亮嘛 對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講的是這一塊 這個已經講過了 只是你會被人家看到這樣子而已啦 就差在這樣子 所以這樣好像專業度不夠 開玩笑啦 你不常用的 就這樣用就好了 反正 做說明用的嘛 對不對 那 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左右邊 他不是有一樣的顏色嗎 左邊是螢光筆 右邊是死心的 所以如果說您是換到 筆的模式 那麼 我用這個顏色 塗過去 這樣了解吧 這是螢光筆 那右邊的就是會蓋過去的 就會蓋過去的 所以如果你OK了 就按離開 他就縮在那邊而已 當然你也可以如果你覺得這樣人家看到還是不好 縮成這個 有沒有 這樣人家就比較不會注意到 你怎麼會有這個 對不對 要的時候就叫出來就好 這樣也是一個方式啦 如果你很在意那個看起來的樣子的話 好不好 那 這兩個以外呢 其實另外一個呢 叫做 Screen Marker 在這裡 這個 那這個也不錯 他沒有螢幕放大的功能 可是他有個好處就是他的筆跡 除了直接可以畫在上面以外 他 因為 你剛剛有看到我們 前兩套 他有個缺點就是 我如果離開了這個 繪圖模式 那麼 筆跡就會清掉 我在進入繪圖模式的時候 他的畫面是固定的 是不能操作的 那如果說呢 有一種情形是這樣的 你現在 我在這裡 比如說我在講解這塊 我現在把這個 告訴你說 我們待會是要看這兩個東西囉 對不對 那我現在想要直接操作了嘛 你就直接換為滑鼠就好了 這個時候我就來操作他 有沒有發現筆跡會留在上面 這個有時候我會在看影片的時候 會這樣做 因為有時候看影片我們要看說 重點在哪裡 就把那個地方框起來 那同學就是留意那一塊 這樣子 他沒有放大功能 他並沒有放大功能 但是他也不用安裝 就這樣一個程式而已 所以 大致上是像這樣 如果你如果換下一個配置的話 再回來拿在 會啊會啊會啊 只要你這個軟體不結束的話 所以就看你有沒有這個需求 要讓他留在上面 這樣子 他也可以就是 橡皮擦也可以單獨擦掉 都一樣 所以使用上蠻接近的啊 那你說如果你要去再買那個電子白板 好貴耶 而且 都要用裝的 不能不能像這樣免按裝 所以你用這種小巧的 你們可能剛沒有注意到這些小軟體 他們的檔案 都是這麼小 好像 有沒有發現 這樣 會不會很過分 連一美咖都不到呢 現在隨便 隨便照相都超過一美咖 好三百萬像豬就一美咖上下了 所以你這個帶著走 應該是沒有太大負擔啦 這個是 我們在簡報裡面比較 幾個常用的 相關軟體跟大家稍微介紹 虛擬照片應該不用了吧 可以換你的樣子 還可以呢 你怎麼知道 有些人喜歡換這種顏色的 我把它秀一下好了 有沒有 但是他內建的不多啦 我還是比較喜歡 就是紅色的那一隻 那大小有些人會比較在意這個大小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怕干擾到吧 那 你也可以調整通明度 只是說他有個缺點就是他快速鍵 快速鍵的部分 快速鍵的部分只有三個 你不能自訂 所以我平常我最常用的是在這個上面按右鍵 因為我有些軟體我在上課的時候會跟這個有衝突 剛好有衝突所以我大部分就是快速鍵我就沒有工 好這個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的 那 你可以像這樣調整完就 那也可以啊 反正看得清楚是我們的目的 對不對 長什麼樣子 就 你看你喜歡哪一個 所以我在這上面按右鍵的話 他就消失 再按右鍵就出來 這樣也可以 好不好 所以這個是 比較特別一點點的兩個 那等一下我們再看這兩個 這兩個 那這兩個講完我們就要先來講那個 Active Presenter OK 我把畫面先還給你 谢谢观看